你现在能看到左边的是冰糖 左边这个是冰毒 现在还能分得清 然后我现在给它晃一晃 你看你现在还能看得出来 哪些是冰糖和冰毒吗 天哪 我分不清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新 马上就要到626国际禁毒日了 我走进了长春市朝阳沟 强制隔离戒毒所 也请来了从事禁毒工作的相关民警 他们在今天将教会我如何慧眼食毒 并且教会我们如何避免毒品的陷阱 根据我国锦逐法第一章第二条规定 毒品是指鸦片 海洛因 甲鸡奔饼胺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 包括大麻 可卡因等等 这些国家规定管制的 能够使人生成隐蔽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 它们这些合成为毒品 随着我们这个禁毒工作不断地深入 那个打击的力度也不断增强 那毒贩也会想方设法地 跟我们去玩弄伎俩 这个东西看似是一个奶茶粉 但其实呢 它是把奶茶的外包装留下 里边的奶茶替换成了毒品 然后达到一个伪装的目的 现在在我手里 现在在我手中的呢 就是冰糖和冰毒 你现在能看到左边这是冰糖 右边这个是冰毒 我现在还能分得清 然后我现在给它晃一晃 你看你现在还能看得出来 哪些是冰糖和冰毒吗 天啊 我分不清了 这个怎么分它是冰糖跟冰毒 我们也都吃过冰糖 它是甜的 冰毒呢 它通常是一种无色无味的这个晶体 把它加热以后啊 就会产生这个金属的味道 它这个就是一比一环元的模型 它这个东西 它就是它卖的毒品 它就长这样的 我们平时在宣传 毒品预防教育宣传工作当中 经常会把这些个毒品模型 都随身带着 然后在活动当中 就像这样摆成一排 然后展示给群众们看 告诉他们 毒品真实的毒品 是长什么样子的 但是这里只是模型 这个吸毒人员 他们接触毒品的原因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多数的吸食毒品的人 他出自吸食毒品 都是由于那个毒贩 或者其他吸毒人员 免费提供的毒品 而走上的这个吸食道路 所以我们也不要 一定不要这个探图 眼前的小言小贵 始终要谨记 天下没有这个白来的好处 第二个这个 吸食毒品的原因 就是一些这个毒贩 去鼓吹吸毒 是时髦的 是有钱人的标志 那么第三呢 还有一些吸毒人员 之前是不吸毒的 但是他经常去一些高危的 吸毒高危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比如说这个KTV 夜店等等 在这种各样的灯光之下 一些不法分子 会向我们的饮料之中 去投放毒品 这样的情况 让我们防毒生活 一旦染上合体 身体被受到风策的 就是从这个 有一个直观的 吸食毒品之后 三年 五年 八年 人面目的这样一个变化 哎呀 这个脸是怎么了 这个脸出现了这种疮 叫病毒疮 它是人体排毒自救的 这样的一个表现 尤其是病毒 它是成了一个酸性的 这样的一个物质 它对牙齿具有一个 很强的腐质性 长期的吸食病毒 会对我们的牙齿 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那我试一下吧 走 天哪 这也太吓人了 这还给我收脸了 就是吸毒 满完之后会瘦 就是会变得骨瘦如柴 这个也是一些毒贩 欺骗咱们女同志的 一种怪异的伤害 这个也太吓人了 它这个话 是一个模拟 是种恶拟 但是你真的长期吸食毒品 那会比这个还吓人 我是一个宗旨的学校德育老师 那个跨界做进毒是因为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规定 青少年也需要接受毒品 预防教育这方面的知识 然后通过逐渐地了解毒品的危害 然后它的种类 会对青少年的身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这一方面我感觉应该加强一下青少年教育 所以就投身到了这些公民 包括进毒品品他们的辛苦 包括忌毒过程的危险 再包括毒品的更新换代 然后导致了现在像现在的伪装毒品 对青少年一些迷惑性 让他们很容易务实这一块 毒品是要坚决打击的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 我们都要积极投身到进毒公路 扩张不去 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毒品禁绝在那一刻 才是我们所有人希望做到的时候 就像李鸿奎老师所说 禁毒工作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拒绝毒品 别让我们的生命在最美好的时刻夭折 找到标志的让传统 请不吝点赞瓶 请不吝点赞瓶